韩军吹牛 韩军第八集团军要立军于岭 不过由于彭德怀以命令停止追击 范天恩罪在11月6日恨恨收兵 38军奉命停止进攻 让大难临头的韩军第七师团逃过了一劫 这个师团是奉命紧急出动拦截38军的 结果三天三战三败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当志愿军38军收兵后 韩军第七师团开始吹起牛来 火门粉碎了敌军的进攻企图 敌人意识到 我第七师团官兵作战顽强 火力强大 只能放弃进攻 不过 美军并不认同韩国人的说法 在韩军第七师团之后 美军布置了第五团战斗群 结果韩军被击溃 美军遭到了范天恩的打击 美军战士称突然权限陷入了混战 全团面临着就要崩溃的危险 但 是美军拼命死战机退了中国第38军的关键性一击 所以 美军第五团战斗群群长 把西罗克莫顿上校被尊称为岩石般的约翰 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停止追击 居然让美韩军抢着吹牛 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了 不过对志愿军来说 不管美韩军是吹牛 还是真以为打退了38军 都是好事 因为彭德怀下一步的计划是诱敌深入 把美韩军骗出来再打 美韩军觉得自己打胜仗 那自然最好不过了 按照彭德怀的命令 38军故意在韩军第七师团反攻下节节后退 于是 这支韩军愈发娇黄起来 气焰甚为嚣张 1950年11月24日 现美军第八集团军完全中了彭德怀的计策 战线拉长 兵力分散 志愿军遂决定进行反击 于是 38军当面之敌 韩军第七师团 在1531 1203 1304 1307高地 一线 遭到了志愿军 大约一个营的兵力阻击 在这次 真正的阻击下 韩军突然失去了前段时间 所向披靡的威风 只步步前 此时的韩军第七师团 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即将遭受负顶之灾 还混不知死 正大张旗鼓 给前段时间 在飞虎山战斗中 击败中国军队的部队颁奖 准备再立新功 但38军 军长梁兴出 已经忍了他们很久了 第一次战役 梁兴出一误了战机 来了顿讯 正憋着一肚子火 现在又敌深入成功准备反击了 出气对象就在眼前 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 韩军会受到怎样的招待 展开全门按照原定计划 是38军和42军先集中力量 打击德川的韩军第七师团 得手后 再打宁远的韩军第八师团 但梁兴出直接跟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处说 42军该干嘛干嘛去 38军包打德川 一天拿下 梁兴出倒真不是来了讯想挽回面子 这些日子 38军天天在引诱韩军第七师团深入 韩国人有多少战斗力量兴出疑 经非常清楚 早已定下了作战计划 韩军第七师团方面 师团长身上撤准 将命令其第八连队为右翼 第三连队为左翼 配属的第十八炮兵营支援 这两个连队战斗 其第五连队在德川卫裕备队 准备在十一月二十六日 继续向三十八军进攻 而梁兴出的计划是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发起总攻 以11三师从左迂回 切断韩军第七师团向南方向 北仓里的退路 以11二师从右迂回 切断韩七师向西南方向 均于力的退路 11四师正面压上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 志愿军11四师首先发起凶猛攻击 主攻方向直指韩军第七师团 又以第八连队也就那么两三个小时的功夫 韩军第八连队就顶不住啊 阵地接二连三被攻破 韩军第七师团师团长身上撤准 将被破命预备对韩军第五连队顶上 而且还下了一个奇怪的命令 让第五连队全力进攻 同时命令配属的第十八炮兵领向北前出 全力支援韩八团方向 看样子 这个韩军师团长和麦克阿瑟一样 完全被彭德怀所迷惑 根本搞不清志愿军这些天的败退 是得诱骗他们 这样一来 韩军第七师团后方区域 就只剩下韩军第五连队一个营 以及搜索联合警卫联 而左翼的韩军第三连队 受到志愿军1140牵制性进攻 居然还被一个营的志愿军击败 前沿阵地全部丢失 正以为自己碰到中国人的大部队呢 韩军第七师团已经离完蛋不远了 他手上能用的兵力已经全部用上了 而三十八军的1120和1130还没动手 1120这边根本没人管他们 一路大摇大摆穿过了美军 土耳其旅和韩军的结合部 在11月26日午时 就占领了德川西南方向的云松利等地 1130运气没1120好 在迂回途中遭遇了凤韩军第二军团军团长刘再兴少将 命令北上增援的预备队 韩军第二连队 这个连队真是个倒霉蛋 本来他们不在三十八军计划内 自己凑了上去 1130上次打西川过犹豫不决 师长江朝正以肚子火呢 按住就是一顿揍 两个韩军营灰飞烟灭 搞笑的是1130猛揍韩军第二连队时 距离他们不远的韩军第七师团 负责掩护右侧后的搜索连 居然睡觉的睡觉 煮牛肉的煮牛肉 没人把北方的笼笼枪炮声放在心上 结果被1130338团尖召 抬一个冲锋 就抓了五十多个俘虏 其余的逃回德川 1130连打两仗 结果只耽误了一小会 11月26日八时 1130也到达指定位置 遮日风一线 韩军第七师团被彻底包围 当搜索连逃回 韩军第七师团师团长 身上撤才知道大事不妙 这个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当师团长的 实在是有点后知后觉 当他反应过来时 他的上司刘在兴都知道 他已经被包围 韩军第二军团的命令已经到了 命令第三连队迅速往左营美238团 方向撤退 其余不对吗 只要你能跑得出 那就拼命跑吧 在1120、1130行动的同时 1140攻势进展极为顺利 340团和341团急突猛进 韩军第八连队和增援的韩军第五连队一败再败 11月26日午时 韩军第八连队丢弃全部阵地 11时 韩军第五连队溃散 除逃往美军阵地的韩军第三连队 韩军第七师团剩余的五千余人 被包围于不到十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 15时 38军发起总攻 韩军向南 向西南突围军兽阻 于是崩溃 做鸟兽之赛 仅仅十几个小时的战斗 韩军第七师团三千一百多人被监 美军顾问团八人全部被火灼 38军这次对战役全局认识得很清楚 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向美军第二师侧后穿插 所以抓大放小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德川 为下一步迂回美军后路打下基础 既然着眼于此 就没必要把整个韩军第七师呼伦吞下 集中力量在一个重点方向突击即可 因此 良心出命114师正面强攻 而且 以韩军第七师团一翼为主要攻击方向 坚决把主要力量集中于一点 要的就是最快时间内打开突破口 宁可放过第三连队只求突破敌纵深与迂回部队形成合围 另一小部队以凶猛攻势迷惑韩三团 让其误判自己正在遭到我军全力打击 无暇去顾忌其余部队的方向 而且 114师坚决的突击 导致韩军被迫过早使用预备队 给112 113师的迂回行动创造了条件 又使得韩军彻底失去了后手 只能被动应付 而以两个师迂回 要的就是确保断敌退路 坚决阻击赶于来源之敌 合围后 以最快速度围歼残敌 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穿插到位 对围歼美军第二师 起了决定性作用 追本溯源 用最短时间打掉韩军第七师团 开辟了通路 正是第一个关键原因 至于韩军第七师团 指 有一句话送给他们 吹牛皮被雷皮的资约可好 作者简介 王正兴 原解放军 卯野战部队军官 曾在部兵分队 司令部 后勤部等单位任职 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 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 有个人读到的理解 其著作《这才是战争》 于2014年5月6月 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 它的公众号名译为 《这才是战争》 欢迎关注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新疮》 《 urg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